至于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先带你来看的是台北市最新一期的十价登陆公布 5月的交易件数是1215件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7.44% 而且不论是大小楼公寓以及小宅 两根价都呈现上涨的趋势 北市房价全台之冠 居高不下的价格 让不少首购族纷纷往新北蛋白驱阔 不过北市的房屋交易并没有停滞 在上半年依旧呈现上升趋势 北市地震局在8月公布了 5月的十价登陆量价动态 其中台北市的交易量达到了1215件 是比4月增加了276件 而且这增幅是比前一年高达了37.44% 而台北市的全部的行政区交易量 都是有增加的 增幅前三名分别是南港区中正区 还有新一区 像是南港或信义 他们的当地房价虽然是蛮贵的 基本上现在的预售单价 都已经要单评破百万了 不过近期 近几年建商也都大多主打总价战 也就是推出这种小坪数的产品 所以它在总价方面 买方其实都还相对负担 所以周边也有一些像 矿屋族啊 自产族都会积极的出手 跟4月相比 南港区在5月交易量增加了 119.23% 中正区也超过六成 至于交易总额依序是 中山区48.96亿 大安区45.6亿元 以及内湖区40.84亿元 位居前三名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开始 只要有两房三房主力产品一出来 然后价格上合理 为什么合理 因为新城屋 预售屋推得太高 推到140万 150万 所以中古屋在100万上下 就很快成交 而整体来看 全市标准住宅总价2024万 单价每平64.47万 住宅价格指数一百二十七点七九 较四月上升百分之零点九四 而且较前一年同期多了百分之十点七七 地震局观察包含大楼公寓以及小宅 不论是月线季线以及半年线 趋势都是上涨的 代表五月房市热络 今年在一到五月份可以看到在台北市 那么整体在标准住宅 可以说是呈现的价量 其样的一个走势 住宅它有各项的分类的一个产品 包括了大厦公寓以及小宅的部分 那么所以为了求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准 那么来看整个住宅 它一个房价的表现 那么所以会采用这个标准住宅的部分 上半年全台房市求过于公 但下半年恐怕开始反转 台经院发布景气调查报告 即便七月的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 月增率仍有百分之十一点六 但主要的不动产仲介业者交易量 相较于六月呈现略微降温态势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 那么由于先前呢 当然在这个国内外的一个股市呢 出现了震荡的一个局面 再加上全球的一个地缘政治 甚至央行 那么对于在银行 必须要提出自主管理的 不动产的贷款 量化的一个改善计划 所以确实使得银行端 对于房贷业务的一个乘坐上 那么态度上是比较趋于谨慎 那在这些因素的变化之下 确实会使得在今年下半年 我想不管是在这个台北市 或者是在其他的五都的部分 都会比较明显的呈现在这个交易量 是有成长趋缓 在整个市场的不确定的氛围下 所以买方他可能不太会轻举妄动 就会形成一波光旺潮 那进而去影响他的交易量 那至于整个房价方面 我们可以预期可能在成本 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心态下 还是不太会去有降价的空间或修正 尤其央行大动作找34家银行喝咖啡 台经院也分析不排除9月会推出 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房贷满水为现象浮现 势必冲击购屋信心 下半年房市恐怕趋于观望谨慎 TUBE新闻连制周旋 特别报道 再来看产险业 今年前七个月签单保费的成绩出炉 有高达1623亿 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100多亿 年成长率达到11.4% 而在各类的产险当中 又以车险 航空险还有意外险等等 对签单保费的成长率贡献最多 最近我想要买一台新车 不知道现在在买车上 有没有什么险种是需要考虑到的 或是什么意外的种况需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车子的保障 第二个就是对别人的保障 第三个就是开这台车 或者是坐在这个车子里面人的保障 杨先生要帮爱车做好全面防护 除了驾驶人安全还有意外事故 甚至因为近期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 容易出现暴雨淹水 得先未雨绸缪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在添购 添财洪水相关的保险 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积水的地方越来越多 也透过这些保险 他可以把这一块的风险把它降到最低 在意的就是个人的保障增加 那第二个就是说现代车确实 维修起来都比较贵 那不只购车贵 买车贵 然后保养也贵 不只因为不少进口车总价提升 要多一层保障 还有随着电动车成长 车险的投保内容也越来越多元 所以其实国人在拥有电动车的时候 他也会相对应的去看看 有没有相对应其他可以购买的东西 因此在整体的保费也是因为 客户他保障想要增加 增加下当然会增加一点点的保费 因今年的车市销售数字非常好 所以来询问车险的人 也是每个月都有成长 而产险业前七个月的签单保费 有达到了1600多亿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1.4% 而其中就是以车险 意外险航空险成长最多 根据数据统计 今年7月台湾新车销售4.5万辆 比去年同期成长将近7.8% 前七个月有超过27.8万辆新车领牌 比去年同期成长0.3% 再加上进口车保费比较高 第三责任险费率也持续提升 今年来说产险的各项保费 尤其是在商业型的保费 包含工程险 包含火险 包含水险 保费是因为因应了 国外再保险的再保费成长 台湾的保费也成长 就是它反映它的成本 所以导致它的保费 同样的投保的人 他可能要付出多了20% 多了30%的保费 所以它的保费成长也很显著 是因为保障涨价的一个原因 那现在据我们自己看起来 这个保费成长趋势是不会停 除了车险之外 航空险 企业火险 工程险 也都是整体产险业增加的助力之一 尤其企业火险的成长状况 就能够看出台湾经济是否稳定 而台湾半导体科技业 厂房内的各种意外灾害 都得透过保险来保障企业风险 所谓商业火险可能就是 包含它的建筑 工程 那大概最主要的涨的力道 事实上也是大部分都是在 商业的这一段 那企业代表什么 就台湾的工厂 或者所谓企业公司 很好投保 那是代表台湾的经济 是不是稳定 所以我一直喜欢观察 是火灾保险的成长 海上保险的部分的话 或是航空险好了 那这个是主要是机体保险 那我们知道一架飞机架值很高 所以它这个机体保险的金额 是很庞大的 那这个对我们航空险的意义 当然就有所抑注 从2010年以来 整体产险都在逐年上升 不仅是民众的保险观念提高 也因为产险成本增加 保费总额也跟着提升 产险工会预估 2024年整体产险业签单保费 可以达到2760亿元 甚至明年有望突破3000亿 那如果依照过去我的观察 整个财产保险的成长率来看的话 今年到前半年的成长率 跟去年其实是差不多的 按比例来推算的话 明年3000亿是正常化而已 就是这个成长是稳定的成长 那只是说在财产的险重很多 所以它富有嚣张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 汽车保险 这个是因为电动车挂牌 尤其我们国产有个品牌 那实际上都是排队挂牌的 因应AI电动车的发展趋势 未来也会有更多相关产品的 专属保单 产险市场规模 势必持续扩张 TB月新闻 雨昕和楼君台北采访不动 美国7月以来 就业明显降温 经济数据弱 因此联准会9月降息 预期提高 也激励了美国10年 公债殖利率大幅下滑 其中非投资及债后市 表现可期 每天早上固定时间 端看手机上的股市 是上班组合风 每天必做的事 ETF就是我要配息的部分 领袭的部分 我会一部分 然后再一个部分是 稍微有一点点风险的 台湾的股票 比方说 比较热的一些科技股 它可能比较跟着时事走 然后在美债的部分 我就会看状况 美国7月以来 就业明显降温 经济数据不佳 联准会9月降息的预期也提高 激励美国10年公债殖利率 大幅下滑 投资人的选择也可能被左右 当台股的股灾发生的时候 资金就会涌到美债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 常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是 有点像是分散风情的方式 当你的投资的选择 除了台股之外 我觉得美债的选择 或者像台股的ETF 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以前有买过美债 但我后来把它卖掉 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 我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我要比较保守的部分 我还是会选择台湾的ETF 因为它也是非常的稳健 而且加上就是 它很 对同志来讲的话 它很热 大家会一直注重在战争这件事情 主要是这一两年 包含去年开始 股市已经涨到很高了 都一直在过历史新高 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因为一直在过历史新高 因为太多专家认为股票要低 然后在传统的投资学上面 叫做股债是悄悄板 他们认为股票要大跌的状况下 债券应该就会上涨 毕竟投资本就是一种风险 尤其当美国经济稍稍下滑 脏息的风声又不曾停歇 势必影响投资人的心理预期 那你收入变少 你的消费一定会下降 那消费下降很简单 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营收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就业数据 似乎有一些疲落的时候 大家会紧张 就是担心说他后面 所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从没有钱到不愿意花钱 这件事情 如果经济已经走落 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八月份的央行年会当中 鲍尔也有谈到 他说其实通膨已经有很明显的降温了 确实是可以降息了 当然他更担心的是经济的一个下滑 可是目前看起来软着陆的可能性很高 联总会主席鲍尔认为 实现经济软着陆目标 就该放松货币政策 表示降息时机已经到来 也让投资人期待债券的发展性 有分美国政府债券 我们叫公债 或是投资等级债券 或非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不管是以上三者哪一种 其实降息都是有利的 未来各位要比较谨慎去注意的是说 如果这个经济 确实有比较大的衰退的可能性的话 那降息的速度会变快 那当然对债券是更好不是吗 是的 但是非投等债就会受到影响 而根据外媒统计 2024年以来至8月23日 非投等债纷纷上涨 涨幅落在2.4%到7.5% 科技债指数表现持续胜出 科技债的涨幅一定会高一般债 就好像我们讲的高收益债券 那我们俗称就所谓垃圾债券 那它的这个涨的速度 就会比可能去买美国政府公债 或是投资等级债来的涨的速度快 因为它是背投资等级的 在买的当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波动比较大 它的风险比较大 这些公司比较有可能会倒闭 但是我还敢去投资它 代表我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不过非投资型债券标的也很多 投资人想要分散风险 首要必须考量手上能分配的资金 以及能承担的风险有多少 TVV新闻何将谢丹茨特报导 好 国际消典还要来看 在乌克兰攻入库斯克之后 俄军也加强了对乌东的攻势 目标是夺下交通枢纽红军存 从窗边目睹飞弹袭来 乌克兰民众精神尖叫 不远处还有建筑冒起熊熊大火 这次被攻击的地点又是哈尔科夫 俄军除了锁定民宅打击 也攻击人来人往的活动中心 和购物商场 哈尔科夫州长证实 光一号俄军就对哈尔科夫 发射十枚引上的飞弹 另外乌东战况还是陷入胶着 盾内刺客的布格列达尔又出现密集炮火声 不过现阶段俄军最想拿下的 还是盾内刺客关键的铁路公路枢纽之一 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 乌克兰记者再度冒险来到附近的小村 拍摄撤离行动 却还是有民众不想离开 到最后反而是采访团坐车 遭遇险境 差点被无人机命中攻击 当时车辆只要再开快一点点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不过乌克兰也不是省油的灯 宣称他们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精准摧毁俄军BTR82A装甲车画面 同一时间乌军也加强对俄国境内的 库斯克地区施压 再炸毁一座 俄军好不容易搭建好的福桥 另外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技术 更加纯熟 三天两头就有俄罗斯燃料设施起火 这回成功锁定莫斯科地区的炼油厂 道路上民众甚至用手机拍下无人机 长驱直入过程 当时虽然也听得见机枪扫射声音 但完全无法阻挡无人机继续前进 最后这架无人机就精准在炼油厂上邦 补充引爆 箭场立刻爆出巨大火光 莫斯科以北的特维尔州 也有火力发电厂冒出浓烟 而边境的贝尔哥罗德同步响起空袭警报 乌克兰当天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正式击落158架 范围遍布15个州 俄罗斯总统普钦则罕见对库斯克战况发表回应 普京降下不会因此改变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 不久后轮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 也遭到俄罗斯发射飞弹攻击 俄务之间更密集一来一往互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只能再恳求欧美松绑长城武器限制 先前乌克兰防长也特地为此访问华府 与美国防长奥斯丁碰面 但美国似乎仍有所顾忌 至今仍没有放行开旅灯 点新闻 组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